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9日 今天講講第九十四屆奧斯卡頒獎禮 發生了一個很震撼的一幕 這怎麼震撼呢? 就是當頒發最佳紀錄片的時候 由美國鞋星一名喜劇演員Chris Walk 上台頒獎 在台上頒獎的時期他陳詞 其中提到後來獲得奧斯卡男主角的Will Smith的太太 說他的光頭 說他的光頭很適合拍G.I. Jean第二集 G.I. Jean是九十年代一部非常經典 非常出名的電影 台灣譯為魔鬼女大兵 香港譯為伴我洪森 這部電影在1997年 由Demi Moore一個美麗的女人 飾演的 但是他這麼漂亮的女人 Demi Moore演的角色很多都很性感的 突然間就剃光頭 去演一個美國的女兵 為國家奉獻 為國家服役 這件事情就是 他嘲笑他 或者在他心目中是幽默的 結果 Will Smith本來一直是面帶微笑的 但是在那一刻 他突然間走上台上 怒氣匆匆 然後大力一巴 打了Chris Rock的臉上 Chris Rock 懶不提防 中了一巴 非常肯定的 他自己也說這巴打得很肯定的 然後他只是說我只是一個G.I. Jean而已 但是 在台下的Will Smith 當時台上台下所有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是不是夾定的 是不是戲劇效果 但是他突然間當著一千萬人看直播 數以億人看重溫的情況下 用粗口去辱罵了對方 叫他閉嘴 這件事情 正如Chris Rock所說 在美國電視史上這一幕應該是經典 我要講講這件事情到底是誰是誰非 大部分都說打得好 保護太太 做得好 很男人 有些人立刻就說 不是啊 打人是不對的 立刻又跳到到底是和理非 還是勇武的結論 有些人就說 Chris Rock 其實說話也沒什麼傷害性 說他可以演出 G.I. Jean 其實是一種讚美的 將他太太比美 Demi Moore 是一種非常欣賞的讚美 我自己看Twitter 因為始終文化上 西方人的文化比較開放一些 對於幽默、嘲諷、諷詞 其實在Twitter大部分人覺得沒什麼 我看的留言 十至七八都認為Chris Rock所說的言論 不像是有傷害性的 不是一種惡意的笑話 因為笑話有時候不好笑 不好笑的話 是背景 是不好笑的 不奇怪 但是一個笑話不好笑 有沒有傷害性呢? 一般人你和我未必有資格說的 當事人 所謂有頭髮誰想做辣躲 崩口人就寄崩口碗 有些笑話你覺得OK 他覺得OK 但是我未必覺得OK 所以當事人應該 是唯一一個有資格說的 可能因為他太太有脫髮問題 這是一種病 嘲笑人病好像真的不是那麼好 而可能他也受著這種嘲笑 對他的心靈可能有很大的傷害 不奇怪 所以Will Smith這個心理的反應 其實他自己才知道 我們外人很難評論 但是 我也要嘗試講一下我的看法 如何可以避免陷入思考的盲點 因為我們講思考方法 思考方法是有些基礎的 以前我們教書的時候 教一課叫做《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裡面有一篇文章是劉君燦先生寫的 是關於中國傳統科學的 裡面提到一點 他說中國的學術 自古以來也是 只重視結論 而輕視推論 也不太說定義 討論問題 所以中國幾千年來都發展不了 類近現代近代的科學精神出來 這是有道理的 就算所謂的墨子 甚至乎明家 公孫龍子 衛詩 說的話 都不是很邏輯的東西 即使中國有些數學家很出名 是不是? 算經很厲害 但是也跟近代的邏輯學 相距甚遠 那麼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重視結論 而不重視推論 其實很多的中醫 風水學 那些全部都是 重視結論 不重視推論 甚至是定義 定義也不太重視 譬如說 一缸魚放在這房間就可以擋殺了 我就問 何謂殺 請定義 那麼殺來講 就是一些不是好的東西 何謂不好的東西 請定義 就定義不了 然後 好了 第二推論 他可以擋殺 如何擋殺 請解釋 請論證如何擋殺 那麼 傳統的學問 也是不太行的 譬如說孔子 孔子的學生問他 老師什麼叫做人 他每一次答案都不同 居處公執事敬與人中 雖之而敵 不可棄也 一種答法 黑己復禮為人 一日黑己復禮 天下歸人煙 那麼 又回答了 他對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解釋 當然你可以理解 因為恩財司教 每個學生的需要不一樣 孔子就說不一樣 但是也反映了中國傳統 又不是很重視定義推理 那麼 我們講講Will Smith 以及Chris Watt這件事情 誰是誰非 到底他打 是否值得打 這件事情 首先要講一下Chris Watt 有沒有做錯 首先 他當時在台上說的一番說話 首先我們要看別人有沒有做錯 因為同一番說話 他要先說他有沒有動機 有沒有動機去傷害Will Smith 兩夫妻 首先第一個前提 我們要搞清楚 他說的一番說話是不是他自己臨場發揮 還是跟稿讀的 因為很多時候頒獎禮是跟稿讀的 如果跟稿讀的作為一個嘉賓 你尊重大會的稿去演繹他的稿 你又不能夠說他是一個有意相害的 比美Demi Moore 可以做了Demi Moore的接班人 是一種讚美 是一種欣賞 當然我們要搞清楚是不是有跟稿讀的 因為譬如說十幾年前 大陸有一個電視節目叫做《非城物妖》 裡面有一個很經典的一幕 有一個被形容為拜金女的女生 當一個男生跟他表白的時候 他就說雖然我沒有錢 又沒有樓又沒有車 我只得一部單車 但是你跟我一起 我會給你多幸福 聽起來就很浪漫了 但是女生懶懶一承 我寧願坐在單車上哭 也不要坐在... 啊 我寧願坐在寶馬上哭 也不要坐在單車上笑 但是如果你坐在寶馬的單車上又會怎麼樣呢? 這真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後來這個全網封殺這個女生 為什麼封殺? 覺得她是拜金 覺得她不知所謂 但是後來事後才知道 那個男人表白的那個其實是演員 那個女生也是模特兒 他們是跟稿讀的 但是她就因此而絕跡於電視圈 因為整個網民都認為 她的拜金 拜金的行為可恥 所以我們要評論 Chris Watt這件事對不對? 首先我們要知道他是不是跟稿讀 但是以目前的資料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稿讀 他也沒有回應 好了 第二 退一步了 即使他不是跟稿讀 是他有意地去說這句話的 第二點 我們要考慮語境意識 什麼叫語境意識呢? 同一句說話 有不同的語氣 不同的動機 說出來是有不同的結果的 譬如說有人跟我說 你很肥 你肥了很多 這句話可以批評 嘲諷 也可以關心是否沒有做運動身體不好 是否有病 所以要看回當時Chris Watt 他說這番說話的語境意識 是沒有惡意的 那麼 就這樣聽我們重溫 又 因為他是一個喜劇演員 喜劇演員是經常嘲諷的人 而事實上他不是第一次嘲諷Will Smith的老婆 事實上以前奧斯卡也在16年上做主持的時候 嘲諷他 他曾經抵制奧斯卡頒獎禮而命名 所以他也是經常拿這些人去說玩笑的 這個不奇怪 不奇怪 所以他是有嘲諷的情況 他的語境 當時他經常用這種手法 這個涉及到第三點 就是因為台下只有Will Smith兩夫妻有資格去評論 這是幽默還是嘲諷還是黑人憎恨還是討厭還是嘴賤 但是當時Will Smith一直面戴笑容 那麼 這個作為第三點 是一個互動 因為我們有時候做台上表演 做台上演講 我自己也會經常做台上演講 我也要看看台下的人的受眾 接不接受 而去調整我說的內容 因為有一些笑話 A的群眾接受 B的群眾不接受 你真的要調整 而當時Chris Watt一直看到Will Smith是在笑著的 笑得挺開心的 當然我們可以事後想起 這個笑是不是一種無奈的笑呢? 一個表演者 一個演員 面對著別人的批評 嘲笑 都只能夠笑面迎人去回應 是很可悲的 但是 Chris Watt當時看到你笑得這麼開心 他的信號可能覺得 這是幽默 幽默就繼續說 所以第三點我認為要看反應 你的互動 如果你覺得不OK 你應該黑著臉 或者甚至乎靈頭 甚至乎叫對方靜點收聲 去表達你認為這個笑話是不OK的 因為嘲笑他太太脫髮 脫髮是一種病 嘲笑別人病 譬如說嘲笑你病了 嘲笑你患癌症 嘲笑你這樣 嘲笑你那樣 可能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可能真的不是這麼行 一般我們認為有些嘲笑是特別敏感的 譬如說 膚色 語言 文化 種族這些是容易出事的 所以當時我認為的互動 反應是很重要的 而我多次看回奧斯卡那段視頻 Will Smith所給的反應 是令到Chris Watt認為這件事情是幽默 如果他的反應是黑臉的 要求對方道歉的 我相信Chris Watt應該會道歉的 如果不道歉就曲在Chris Watt 如果道歉的話 我想這件事情應該就這樣過去了 但是偏偏在那一刻 Will Smith就衝上台 打了他一巴 然後 打了他一巴也算了 下台要繼續 說粗口辱罵他 這讓大會當然很尷尬 讓當時所有人都很尷尬 所以這件事情 後來在那一晚的高潮 就是Will Smith憑著他出色的演技 最終取得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他飾演大威細威 著名的網球女星的爸爸的一部傳記電影 最後獲獎 獲獎的時候他就說 你必須能夠讓別人不尊重你 你必須要微笑 你必須假裝沒事 就好像在說他剛才那種微笑的回應 看起來好像瘋狂的父親 也在說一部電影的事情 他是演一個父親的 就像他們的那樣 愛 會讓你做瘋狂的事情 Love make you crazy 保護他太太 Love make me crazy make you crazy OK 但是他跟很多人道歉 他跟大會道歉 跟其他身邊的人道歉 跟一起去參加頒獎禮的人道歉 但是他是沒有跟Chris Watt道歉的 而Chris Watt其實是可以報警抓他的 因為如果他報警他有機會罰款 以及面臨六個月的監禁 一種襲擊罪 但是當然 Chris Watt是現在的黑洞沒有報警的 他有半年的冷靜期 這半年內他隨時可以報警 證據當然確鑿 可以抓了Will Smith 但是如果他報警 這個喜劇演員就不是用太喜劇的方法收場 但是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很容易除了 jump to conclusion 之外 還會被其他事情影響到我們的判斷 譬如說Will Smith 兩夫妻 是一個很複雜的夫妻關係 他們是 open relationship 開放的關係 主要是說性的關係 但是open 得來 就是兩年前他太太又跟他兒子的好朋友 小他二十幾年的人搞上了 而那一段關係他老公Will是不知道的 就是 open 的意思就是 雙方都尊重大家在同意的情況下 在知道的情況下 你可以跟其他外面的人發生關係 但是那一段就是他老公不知道 他不知道的情況就是偷吃、偷跳、沉船等等的情況 所以其實他們的婚姻關係是很複雜 可能也夾雜了很多情緒在裡面 到了某一個位置就爆出來了 因為我們會這麼想 會不會是 本身這段關係已經很複雜 加上壓力很大 在那一刻受到刺激 受到他覺得的挑釁 而情緒失控 其實可能到了最後Will才有情緒問題 我們又可能會跳到這樣子 但是當然這些叫做推測 是推測 最多是合理的推測 但是我們沒有證據的 所以沒有證據的東西 作為我我覺得 我只會作為一個參考 我就不會將這件事情 不肯定的事情講到肯定的 所以推論的方法 我們做評論 有些人就會永遠講到很肯定的 林鄭一定會連任 烏克蘭一定沒事 普京一定不敢打 我們不會這麼說的 因為 當不是足夠100%肯定的事情 我們只能夠用一種推測的可能 這兩種剛才我講的 受到情緒的問題 又或者他們夫妻的關係混亂 而導致到抑壓 這些都是一種合理的推論 但是我們不能夠說到100%的 最後我的總結就是 我認為 在語境意識上 Chris Watt 我看不到有很大的惡意 但是他這個喊 如果是一個背景 Will Smith應該有責任 是要警告對方的 如果在未警告的情況下 直接無端上台去打 這種當然是很勇武 也很浪漫 但是又不是很合理 但是我也明白 有時候人生氣起來 我生氣起來 我也會做很多事情 現在說的當然輕鬆 生氣起來 我之前也說過我開車 被人不斷放在後面 然後 放也算了 因為我帶著小朋友 他突然衝上來 想剪我的線 不讓我走 我當然是生氣了 生氣那一刻 當然是有時候做一些很衝動的事情 是不是? 人就是很正常的 講的當然是容易的 但是 我們事後做一些總結也對的 最後有些朋友想問我 思考方法有什麼書看 我準備了幾本 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本是我認為是入門 我中學時期看的 就是盧思光教授的 《思考方法五講新篇》 這是很薄的書 很簡明的 裡面其中 我認為有一兩章是很重要的 是講講黑格爾辯證法 這些問題是不邏輯的 辯證法批判 馬克思、克格爾他們的辯證法系統 是如何不夠邏輯的 有問題的 這本是入門 另外一本入門 就是《邏輯新隱》 這本是恩凱光教授的 是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讀的 《邏輯新隱》 這本書是用對白的方法 去講什麼叫《邏輯學》 當然很舊了 就是接近超過大半個世紀了 這本書 所以 他的東西不是很更新的 但是 我覺得 如果完全沒有哲學基礎的人看這本 一定會看得懂 好了 到了這本大學二年級看的 就叫做《邏輯道論》 這本是公開大學的一個教科書 當然是英文翻譯的 這個叫《柯比》 他是全世界的邏輯學 通常都會用這本作為一個參考書 所以這本書很好讀 然後再後來看 就是茂宗三先生的《理則學》 這本非常難讀 非常深 但是也學了很多東西 這本比較多數理 最後這本 就是茂宗三先生的《維根斯坦的明理論》 這本是某宗三先生翻譯的 《維根斯坦的明理論》 當然後來我看了《羅蘇》那些 那些就不詳細跟大家講了 這幾本是我現在手上有的 當然了 譬如說李天明 李天明我臨走前 我賣了 整套李天明都賣了 另外一個就是 陶國章教授 陶國章教授思考的盲點 這些都是很容易作為一個邏輯思考的入門的 所以 Chris Watt這件事情 我已經講了 有些事情我還未肯定 我不會做最終的評論 我第一要肯定稿是不是他寫 現在目前資料沒有 不肯定的事情就不要說到肯定 第二一些的推論 不要把它當成是愈言愈測 不然你說的愈言愈測 十至八九都會相反的 因為那些只能夠一個推理 合理的推論 所以譬如說我講 一個多兩個月前我說 普京如果在北約不在烏克蘭駐兵的情況下 他是會打烏克蘭的 當時我是這麼說的 因為我是根據很多環境的證供 去合理地推論 他要製造連任 他要永續連任 2014年的時候 他面對著連任的壓力 他因為吞併克里米亞贏了 又有好處 所以現在他要面對著永續連任這個議題 加上俄羅斯經濟很差 因為COVID-19的原因 所以他需要透過戰爭 去弄得國家更加差 弄得國家更加差 現在就能夠讓他可以有這個機會永續連任 以及將經濟轉差的錯誤 轉嫁在西方的集團上 這就是我兩個月前的推論 結果北約沒有駐兵 是真的 然後他真的打進去 這就是我的合理推論 我不會說一定不會打 一定會打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正如我說特首選舉 我也說了 我說林鄭是不應該會連任的 因為從很多跡象 她是沒有連任的意圖表現出來的 而且 全國沒有一個地方省市 甚至是村的官 可以是疫情爆發的情況 都可以繼續做的 她不相規相開 不抓去打把其實也算是如此的 林鄭連任我認為的推論是不合理的 但是當然我不會說林鄭一定不會連任的 而我根據歷史的分析 每一屆特首的地位應該比上一屆更低 這是跟香港的地位一樣 我遲一些會找一集再跟大家詳細說 這就是推理的方法 不要將不肯定的事情說成肯定 好嗎? 最後就是 我計劃在復活節假期那幾天 在英國倫敦附近 我現在選了在Milton Keynes 會搞一個聚會 這個聚會 會讀書會 我會講一下鴉片戰爭和英國國會 英國文化 英國國會當時是怎麼看鴉片戰爭 會有一個小型的讀書會 當然也有些犯罪 吃東西 詳情和日子 現在還未定 我會在Patreon這兩天公佈給大家 夾一下日子 Patreon的網友可以優先報名 遲些會在不同的英國城市 做一些聚會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收入平台Patreon還有參考資料 文字摘要、聲音檔 史記課堂和獨家哲學短講 都會放在Patreon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